這個是愛情信箱 有鏡姐和Pauline 今天有位網友傳訊息問我們的問題 現在兩位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吃了宵夜了嗎? 吃了早餐了嗎? 吃了早餐了嗎? 大家好 不要走 快點留在這裡聽 叫朋友推推推 問題快點傳過來 那個問題已經傳給你們了 其實有位網友說他喜歡一位男性 他就和他認識相當的日子 但是暫時都會約在一起出來 但是至今都達到兩三年的時間 都是那種出來吃飯 聊聊公事 去到怎樣說呢? 好像朋友 我們那句說話叫什麼? 有達以上戀人以下 軟人美妹 但是那個女孩子都很喜歡 怎樣可以再進一步呢? 那個女孩子應該做多些主動還是不好呢? 這個就是今天的愛情信箱 好 交給兩位美女 當然交給Pauline 當然是你說 為什麼一定是我? 我應該是這樣想的 你知不知道網友的年齡程度呢? 略略呢? 我相信是四十多歲 好 即是專業人士 應該是這樣 你說他們已經幾年了 就會出來談談公事 我又不知道他們多常出來談公事 你說這個網友是心意的男人 好 坦白說 我覺得要跟自己製造機會 由淺入深的製造機會 我懷疑譬如下班吃飯 你可以試試找機會 看看有沒有些 我懷疑他們吃飯 你對著我坐 我對著你坐 可不可以找些有卡位的 有些卡位 有些只剩下兩個位 我不知道你找不找到 這是其中一個 兩個月就黏在一起 那你就試一下 好不好靠近一點 這些一定要試的 因為看看那個男生會不會縮 有沒有說過男生的性格 在WhatsApp裡面 有沒有略略 應該是斯文 這些資訊真的少之又少 真的很少 只有斯文 有沒有說害羞 應該 他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應該是斯斯文文 拍不拍照我就不清楚 斯斯文文都經常出來吃飯 你說經常出來吃飯講公事 你說經常出來吃飯不是講公事 我就覺得機會很大 但是你說經常出來吃飯講公事 就真的未必了 因為他們真的要出來講公事 還有吃飯他們晚上去哪裏吃呢 去哪裏吃呢 去哪裏吃呢 是不是趕頭趕命吃呢 這件事我完全都不知道 那我就真的用自己想在空間 不如這樣吧 如果那個男生跟你約會這麼多次 他如果喜歡你的話 會有什麼表示呢 因為暫時我都不能問那個網友 太多對方 他只不過是給過幾次的WhatsApp我 他沒有說到這麼多自己的私人事 那我就可以 如果網友在聽 你自己看這個情況 對不對 一 有沒有他給錢的 因為其實男人給錢 是一個很大的象徵來的 就是很大的 不是象徵 我忘記了應該說 就是很大的牽涉 他給錢 每次都是他給錢 還有呢 他有沒有送你回家呢 因為如果真的對你沒有意思那些 是吃完飯就走的 這個就真的意思不大了 就是你有你走他有罪走 如果每次他給錢 每次他都不是一定每次的 總之他經常都給錢 他有送你回家 就算他沒有車 他乘的士送你回家 還是你真的自己吃完飯自己回家 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證明 是不是這樣說 如果這些以上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就要知道他對你沒有意思了 如果他又不送你回家 又沒有付錢的 或者真的你給一次他給一次 這麼普通的 他未必是有意思 但是又未必一定沒有可能 或者他一個目睹怪呢 是不是先 那你是要吹他出來 你是要將他 等於種一棵樹 你現在要開始種了 如果你真的對他心疑 一定沒有可能的 一 那你就要改變你吃飯的地方 試一下跟他說 要他幫忙 我不知道你是否自己獨身 如果不活動 很多香港人都不活動 幫你弄一點點東西 因為你說認識了幾年了 有沒有機會 還是真的跟他全商業 還是都是朋友 又是商業 那你就可以叫你幫忙 或者試一下 晚上吃完飯 叫他和你一起去買些東西 這個是藉口 然後你就 冬天就說很冷 看看會不會馬上給你衣服 然後或者你 扭著腳 扭著手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這些全部都是指定 是活動的 這些是絕對活動的 我告訴你 又要看他有什麼反應 這些事情 如果你去了幾年 都沒有什麼進展 你要做的了 這些事情做出來 你又不是問他 你喜歡我 你對我沒有意思 又不是那麼主動 這些叫做軟體主動 那你就要看看有什麼反應 或者試一下 可不可以除了公事 約不約到他出去離島 吹海豐 晚上回來吹海豐 很冷 貼一貼他 有勇氣的話 如果你夠膽有勇氣 你就真的在這樣的 晚上吃完飯的情況之下 叫他陪你 一定要走一個路 這些事情你自己想了 你在香港 要走一段路去買些東西 在那段路上你真的跌一跌 你一定要繳住他的手 看看有什麼感覺 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這個我是直接教過人做的 繳住他 看他怎樣 會不直接抱著你 抱著你 還是他有些逃避 你就知道 可能性真的很莫忘 如果你抓住他 他突然間縮的話 就知道 是的 至少你知道 你現在是不知道 很惆怨 很懊惱 我現在就說 有幾個方法可以知道 最快的就是下次吃飯 你找一個方法 不要吃完飯散兵 你明白嗎 你就要 有些怕 一個人的事 陪我去買些東西 普通朋友都會 那你就抓住 扭傷了腳 立刻 這樣繳住他 看看繳住他什麼感覺 繳住這個第一步 先試這件事 先試這件事 告訴我 我再告訴你 該怎麼做 我簡直可以一個步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大時大節 例如情人節 你看他會不會 寫 emoji 也好 如果他真的喜歡你 那已經知道了 已經過了情人節 已經過了 當然沒有了 我想是沒有了 還有你要知道 你和他是朋友的 我都不知道 只有說 麻煩網友 傳 WhatsApp 給沙片 私人問我都可以 因為他是不是 每天有書信來往 寫書 或者是訊息 有沒有 還是沒有的 如果每天沒有這些訊息 來往 那又問水少少 每次約你吃飯 都是講公事的 又更加問水了 問水都不要緊 你自己試 朋友說 情人節那些日子 你自己主動約他 是不是 如果他已經不用擔心 你其實都很清楚 是不是 那你要等到明年 SARPAN 那聖誕節這些 聖誕節 要等到聖誕節 即刻 還要到聖誕節 不要等太久 又或者星期間 即刻 某一個星期間 問他 是啦 如果你覺得星期間 其實星期間是最好的 你叫他陪你去找個藉口 我現在暫時 你如果把資料給我 我就是找一個 提供給你的藉口 因為現在 我很難給你一個藉口 你再網絡給阿沙 我就可以給你一個提供的藉口 很貼切的 略略就是 叫他陪你來買海味 在哪裡 長洲 你不想自己人去 正常來說 那個人如果對你有好感 是高於朋友的話 他應該經常都想見到你的 對嗎 你覺得 這個是 這個是 他很多藉口都想見到你的 如果你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那就很容易了 或者那個人真的很害羞 不過40多歲都害羞 你自己心裡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你應該都很熟悉他 如果你去到40多歲 專業人士 做到 你簡直是這麼簡單的事 你真的要給點興趣 那你就真的困住他 就守我最好 下次吃飯 不要等了 還要等鬼事這麼久 我是喜歡快刀斬亂麻 你就是約他吃飯 自己找個藉口扭傷腳 在走路的時候 站著陪你買東西 你就是牽著他 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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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住他好像情侶一樣 你的身微微跌 當然很痛 那你就一直在走路 你就要困住他 因為你一路痛 那看看情況如何 這個真的很容易 就是裝模作樣 要懂得裝模作樣 要裝模作樣 你不是和他一起走 你裝模作樣 哎呀 咬柴 然後他會扶你 可能坐下 如果說真的 一般男生來說 女生如果真的咬得腫了 他可能一分鐘 除了一雙鞋子幫你按 對嗎 那他是假的 怎麼會偶到腫了 就是這樣扭一扭 那你就繞著他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網友 你戴上那些藍色眼影 塗上他的腳 就裝模作樣 神經病 對嗎 你想裝模作樣 去擺花街 擺花街 全部都是 我都掉過幾次了 在那裡 去擺花街 那當然不是叫他真的跌 叫他帶一盒藍色眼影 塗上去 就像乳乳的 綠綠的 那樣就像腫了 嗯 不用 因為扭伸腳 我和你按摩一桌 為何會脫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很容易 又不夠臭 我會覺得 又不愈酸 哈哈哈 這個純粹搞笑 他說為什麼脫光 它會說 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褲 你要把面穿綠色的褲 你那些眼影子脫光 哈哈哈 我現在說回正經 你扮的是你的褲綠色 不要穿褲啊 穿套裝裙也好一點 少許高跟鞋 髒髒衣扭傷不要放回街 我怕你真的扭傷的 網友 我怕你真的扭傷不會放回街 走路吃完飯 吃飯都很開心地談 然後就繞著他 你就是要看一下一下子的反應是怎樣 其實如果什麼都沒有 他可能真的什麼都沒有 如果有這些東西 你就要看一下他的眉頭眼 這個就是你要去有一點心計的時候 這個是派得上用場了 做一點心計 就讓你自己好 或者喝的士酒行不行啊 有些女生也會測試一下男生是否穿著他 你怎麼看呢 對呀 你對他有意思 像的士般的士 或者現在他本身已經每次送你回家 每次付錢 你已經八成成功了 網友 只差一點點而已 只差一點點就是以華為 因為我不知道嘛 但是你成功人士 如果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出家吃飯 當然是男生付錢 未必啊 現時 尤其是他們付的 專業人士 除非你說行業的 他就是行業給錢 他就用帳戶來給錢 因為你兩個都是專業人士 現在年輕的那輩子 他究竟是什麼年齡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這些年齡就是男人給錢的了 因為現在年輕一點的那些 就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要看那個人的性格 我現在說 大朗來講 我的兒子這麼年輕 他都是完全是男女朋友也好 朋友也好 全部都給錢的 我兒子就 因為我兒子很古老的 那如果以我兒子來說 難道他又喜歡他們嗎 我現在說是大朗來講 所以我要多些資料 網友傳給Sarpan 我再跟你深入研究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專門做這一科 其實我都可以給你一些好的建議 但是我要多些資料 現在是完全只有我 不過我猜 Peter Chan說 搞這麼多小動作 我一定會察覺的 一定會鬥玩 又看看你反應怎樣 好像踢球這樣 打防反戰術 我看幾個描述 這個比較內斂一點的男人 就不是玩這些人 不是那些人 比較有一點害羞內斂 很斯文 未必是這樣的 我覺得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是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身體接觸過 比如肩膀對肩膀黏著來坐 有沒有觸電的感覺 或者什麼 你都要試拖下去 那你無緣無故 你夠膽你可以拖下去 你走路的時候 你會說 我很累 拖一拖你 都可以 不穿衣 都可以 你這樣拖下去 你夠膽 都可以 同時 我覺得有些女生是這樣 他覺得有時候 他覺得有時候 他覺得你是打喊路 怎麼辦 沒有 你不停打喊路 你 怎樣 我看你的壞樣子 為什麼打喊路 我說話你打喊路 這麼想面子 我說話他要打喊路 我說話他要打喊路 那我要檢討一下 即是我說得不好 別人才要打喊路 不是 剛才說 如果 我想說 如果要看電影 會不會是一個訊息來的 如果認識了幾年的朋友 已經是有達以上 戀人以下 是否應該看電影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過Sapang說是有達以上 是朋友以上 如果你說這句話是真 或者Sapang自己都不知道 是猜的 那你可以看電影 看電影自己找過去都可以 咦 有個網友 是新朋友 叫Yan Eon Yan Eon 他說Sapang可以搞幾集 類似以前TVB的 《盛女愛澤戰》討論 會很受歡迎 多謝這位新朋友 多謝新朋友 非常好的提議 喂 打喊路小姐 麻煩你發言 打喊路小姐 你剛才問 還有是靚爆鏡姐 靚爆鏡姐 靚爆鏡姐 快點發言 你的幫忙要睡覺 我說 我說 通常如果是主動出擊的 約他那些 通常約他看電影 或者 像阿波利說的 喂 走走尖東海旁 那些 其實是很大的牽絲 如果你走正 沒事的時候 他馬上放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 現在你的網友 是想知道 究竟有什麼事 自己沒有機會 做一點點 不要再太多 因為你不想 沒有了朋友 你想繼續 不要太尷尬 可以假設這個女生 可以跟男生討論一件事 其實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些事情 最近有個男生 他可以假設被人追 然後看看男生說什麼意見 可以嗎 可以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比較奇怪 不是奇怪的方法 都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他們已經有訊息來往 你完全不再訊息他們 兩個禮拜 都是 是啊 看他會不會覺得 咦 什麼事 其實有個男生 可能都喜歡你的 但是就默默獨獨 我不知道 你要告訴我 他是怎樣的人才可以 或者沙啡人 把照片給我看 讓我也有個感覺 我對這些也有些感覺 我才可以更加提供你 不過是一定可以和你找到方法 嘗到他對你沒有意思 我寫包單我可以做得到 你給多精神 資料我就可以了 你私人給阿沙啡人 阿沙啡人告訴我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哪位 也是 如果 你剛才說 你七驚無神失蹤了 一段時間 如果他覺得很明顯 你會不會做得到 這條路 突然間人間蒸發 如果他不理你 你就知道什麼事 因為有達以上 至少是朋友 我的認知 他們已經是 不是一個商業的朋友 商業的朋友 我是商業才找你 我平時找你幹什麼 生意來找些人 他無緣無故會每天都發訊給我 每天都發訊給我 每天發訊給他 肯定是對你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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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我經常找阿鏡姐 我又不是對她有意思 是不是 阿鏡姐小心點 你怎知道 阿鏡姐小心 阿沙啡 bele". 偏格啊 偏格啊 我每天都找她 我又不是對她有意思 我要是想聽她的聲音 你說不是 我們,明知道 尚董 ball 我們當然不知道 我每天都會找你 我每天都愛是 她не the Math 她跟網友說 說未聽過你們的聲音睡不著 耳玉都麻 還說不好意思 三香 不是 你是崇拜一種好感 明白嗎 我不明白 你解釋一下 我們網友不明白 不要說這些 我們繼續說這個有大意上 快點說 好 說了 我不知為什麼 Peter Chen 說 先帶他去茶餐廳試試他的反應 為什麼呢 我不明白這句話 為什麼要帶茶餐廳呢 他們已經經常吃飯了 Peter 按照沙廳的WhatsApp 他們已經經常去吃飯了 只不過呢 我就說帶茶餐廳就逼逼夾夾 大家多黏一些 我身體接觸是好的 我簡直說 他們現在開始在討論了 我是不是對鏡姐好意思 好好笑 他們說鏡姐好危險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人喜歡聽你對鏡姐的感覺多過任何東西 經常都打給鏡姐 每天都要想 去找鏡姐 不是 因為他 我是想他找到幸福的 但是我不想佔有他 誰啊 誰找到幸福 鏡姐還是網友 鏡姐 鏡姐 鏡姐找到幸福 但是他事實上是很靜的 你不覺得你聽到他的聲音很舒服嗎 我覺得 只是聽我的聲音不舒服 因為我的聲音很不安 不是 你的聲音很舒服 不是很舒服 CJ說正如孫柏文會帶個女生去麥當勞 怎樣 帶個女生去麥當勞 剛才Peter說帶個男生去茶餐廳 帶個男生去茶餐廳我是贊成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容易 鏡姐你不是暈了嗎 鏡姐你不是暈了嗎 鏡姐不准睡覺 鏡姐你是不是暈了 用意志 鏡姐用意志打敗你的眼睛睡魔 OK 鏡姐是不是被我嚇破了 我很喜歡聽他的聲音 網友 我不知道你是誰 跟茶餐廳找個卡位置 只有兩個位置 對面牆 又要坐得很貼 這個其中 未必一定要這樣做 我想知道你們兩個有身體接觸的時候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用的 至少大家肩膀黏著是怎樣的 如果沒有的話不要緊 吃完飯 我覺得一定要牽著他 勾著他的手套是怎樣的 那你就假裝扭傷 這個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你快點做吧 我想知道去年做了什麼反應 你告訴沙班人 沙班人會告訴我 我不知道是平時你約他多還是他約你多 還是你們已經去過一個 routine 一個月或者兩個禮拜一定出來吃飯 這個機會又很大 只不過是不知道誰先出手 哈哈哈哈 好笑 他們現在在這個講到 他說七表叔在表雲場 鏡姐很考慮 神經病啊 鏡姐不喜歡七表叔的 我都希望七表叔希望鏡姐快點找到魚耳狼軍 哈哈哈哈 他們都喜歡七表叔找到幸福的 等於理想鏡姐找到幸福的 我命 是啊 很好笑啊 他們的留言真的 是啊很好笑 你糟了 那時候我們在說誰 在說Pauly 現在他們太多幻想力了 太好幻想了 你們 那時候我和你隔劍 那些人就很喜歡 我和你 是啊 說怎麼會追到三拼 那些人真的念念不聞 你看看 阿芬妮Cindy說得對 她說鏡姐九八很療癒的聲線 那Pauly又很開朗的聲線 是啊 不知道 不是刺耳嗎 不好意思大家 因為鏡姐還有多一件事 她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她可以安撫人心 你明白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每晚聽到她的聲音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 我曾經報道給你聽 喂 我今天發生媽媽媽媽媽媽 那個人又怎樣怎樣 然後告訴我 你這樣 媽媽媽媽媽媽 她的人分析能力很高 你明白嗎 所以和她聊天很舒服 和很開心 她很安心 有時候有些人叫我 你出不出來 見人 我覺得她在這裡 比較安全感 但你們就不要想太多 即是等於 鏡姐在大廳 鏡姐這麼好條件 她有很多世界 你知道嗎 你不要 阿七表叔 毀了她 你明白嗎 你直接毀了她 你毀了她 你毀了她 對呀 你們不要亂說話 不要延續這些流言蜚語 是不是 她還有很多機會 大哥 是不是 這些就是 你說一件事 人們會把它變成另一件事 就是這樣 阿Shadow說 阿Shadow說 為什麼她搞這麼大 有意思是直接表達就可以了 單刀直入 覺得最好 不用 那可能那個女生 不好意思 這些單刀直入之前 可以做這件事 假裝 如果你不理會 如果她是想單刀直入 你的網友早就單刀直入了 她就是不太想 是不是 怕醜 對呀 我覺得兩個都可能怕醜 那你如果兩個都怕醜 不要緊 阿網友 我們回答你 你有我 有鏡姐有沙扁 還有一群網友幫你想辦法 就算不喜歡拿出來說 你私人告訴阿沙扁 我再告訴你 該怎麼做 我是從小到大 是專門教朋友的事情 沒試過不成功 我告訴你 未必可以 一定可以 做到一個男人喜歡你 但是一定可以知道 究竟有沒有機會 阿鏡姐有個男粉絲 Bruce Bryan說 夢中的鏡姐終於睡醒了 變成你美麗的皇后 哈哈哈 行不行 這句 挺正的 好 寫得好 非常之好 這句是不是阿Jem那首歌 阿Jem那首睡公主 睡公主 是嗎 對呀 這句很好啊 阿鏡姐你 夢中的鏡姐終於睡醒了 變成美麗的皇后 哈哈哈 非常好 非常好 阿鏡姐下次你唱 睡公主來聽聽 誰啊 那個 阿Jem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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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我真的看見你真是打打你 哈哈哈 總之你可以每個星期 阿Pauline那天又叫網友WhatsApp來 是 愛情信商 有什麼愛情問題 就傳WhatsApp給你 所以阿Pauline就幫他們解答問題 阿CJ說得對 阿CJ說的就是避風港 他有一個很大的容量 他的心靈和腦袋都很像一個避風港 當你講一些話給他聽的時候 你是覺得很安心的 有些人經常叫我去街頭 我說 阿鏡姐去不去呢 在這裡我會安心一點 阿CJ的感覺不只是我覺得 是嗎 CJ 會不會我像你保錶多一點呢 安心一點 哈哈哈 不是 不是什麼保不保錶 我很明白的 即是 你是 他們會覺得 就等於唐心風暴那樣 不用怕 阿鏡姐在大廳 差不多是這樣的 有你在這裡 差不多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可以 多謝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支持 總之會放心 你會解決問題 你會聽問題 你有什麼不開心 你也會聆聽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這裡 他們會想去 你不在這裡 他們就沒有了安全感 即是你給了一個安全感人 大家過獎了 過獎了 有什麼事情 他第一時間在這裡 我會問他 鏡姐鏡姐 我經常都叫他 鏡姐鏡姐 好啊 Pinky在等著看 對呀 Pinky在等著看 不如鏡姐 你和我一起做下一條影片 好嗎 我一直播 鏡姐和他一起做 他需要你支持 但我要和你先收線 Pinky好像發訊息給我 我要聽一下 好啊 你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我準備下一條影片 大家晚安再見 我不知道阿冰在等著看 是的 OK 謝謝 有什麼WhatsApp 我可以幫你們解鎖 待會我做完那兩條影片 還有時間 會不會做新聞 Pauline 你打給我 好好 謝謝 我會談到你之後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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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先做下一條影片 那條影片 那條影片 11點半 好 多謝各位 我們一會見 剛剛給你們了一條連結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下一條影片 好 多謝支持 Smart Travel 更加要支持Pinky 張文池 看他之後 就有另一個他的爆料 張拍至真正